哈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1月30号 金兔年开工第一天 金兔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顺利的开出红盘 用一个大涨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开工第一天 那钟哥这边也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新的一年可以交易赚到图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还是要请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那我们这边也欢迎大家 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 这种歌乐观看待2023年的行情 因为我们过去一再跟大家强调 这升息循环已经来到了终点 那产业结构也不变的情况下 只要经济能呈现一个软着陆 这边下半年行情呢 我们会非常的看好 虽然这2023年是一个财富增长的一年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行情 去年不如意就让它过去了 我们把眼光放在未来 所以请大家帮这种歌这个小忙 帮我把按赞数呢 冲到100以上 另外这边这种歌有个福袋 要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季台股疯狂撒红包 这限量福袋就只有88个而已 你可以拨打02-7725-1500 进来索取这个福袋 这种歌就是要大家开工大吉 有一个好的开始 那我们今天呢 这边呢 可以看到3622光节呢 今天呢 是亮灯公道涨停板 我们在封关前敲进 然后开红盘呢 顺利的亮灯转涨停 所以其实呢 我们在封关前一再跟大家聊到 你要把你的部位呢 给调整到位 你要all in爆股过年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 但是你如果都不爆股过年 好像也不太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有一再跟大家强调 以美股这样的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呢 第一季呢 仍然是有行情可以做期待的 所以只要封关前 你把部位给调整好 我相信呢 今天的大涨 你或多或少都能赚到钱 那3622光节呢 今天是顺利的亮灯涨停板 那其实呢 这档个股呢 我们在先前的古墓奇兵呢 有跟大家聊到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我当时是这么说到 国际呢 股价占上500块 其实呢 会引起这个被动元件 整个的比价效应 这资金呢 如果开始挖移的话 既然相关个股 会轮流的往上攻 其实除了光节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 今天辛勤的走势 也还不错 虽然这个被动元件的 这个相关个股呢 大家仍然可以留意 那古墓奇兵这边 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光学族群 也要特别留意 其实呢 今年的行情呢 我们光学股呢 会特别的这样 投以关爱的衍生 其实呢 我们在群组啊 有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一些 看好的一些个股 那如果你农历年 没有看到这些连载报告的 请大家赶紧加入 我的Lighter跟Telgon 我们呢 会先帮大家呢 把这个口袋名单呢 给建立起来 众哥预计呢 这个连载报告呢 会更新到元宵节 所以还没有加入 请赶紧加入 我们先把口袋名单 给建立起来 后续呢 就来好好追踪一下 相关个股的资金流向 那为什么 我们要特别留一下 光学类股呢 其实呢 过年间有一个新闻 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光学镜头厂 那这边是调高他的资本支出 那其实 投票你应该会觉得很纳闷的是 原本大力光的法说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不看好 那当天呢 法说隔天呢 也是呈现一个股价重挫的 那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你有加入我群组啊 其实在当天 我有跟大家聊到 大力光法说的重挫 我觉得很棒 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今年就是想敲这个光学镜头嘛 那如果它没有跌下来 我怎么会有便宜的可以去做个DJ呢 那当然我是还没有去做DJ 我当时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跌破上扬了均线 或许会有个反弹 那果然 后续两个交易日 再加上今天 就把这个跌幅给吞射 那我们也不急着进场 我们要等到什么 资金流入开始形成一个族群性行情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法书那天爆得非常不好 那为什么这种歌这么看好 因为它要增加它的资本支出 特别人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年的行情 大家认为说高通膨会影响到这些消费力道 会影响到企业的获利 那去库存调整之下 今年普遍各家不是太好 普遍都是缩减资本支出 那为什么会有人反其道而行呢 大家去想一下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去年的案例来看 其实去年案例即便跌了4000点 跌了6000点 其实还是有很多个股在往上创新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企业本身的营业周期 是处于扩张的阶段 那这种一向是我们最喜欢的 好还要更好维持着强势整理 这种形态往往都具备腰股的DNA 所以我们在古墓奇兵跟大家聊到这些类股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所以你要留意我的古墓奇兵 你要留意我的解盘影音 你要留意我的财经集通 你更要加入我的群组 所以这边光学镜头 我们会特别去做一个留意 那这边就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 我们这边已经帮大家都准备好了 所以要请大家什么 跟着我来追踪资金流向 其实资金流向我们过去提到非常非常多次 基本面好 你必须资金流入 你股价才有机会往上涨 有的个股 你说这种个非常赚钱 你看这长龙 我这赚了好几个股本 那so what 资金没有流入 其实行情就是不容易往上去做喷出 那有一些阿妈阿国股票 明明没有赚什么钱 但是股价却可以往上涨 其实因为资金有流入 那如果有基本面的个股 资金又流入的话 哇不得了了 那就很有可能会像我们去年的八冠这样子 连续往上喷 所以其实行情即便再怎么不好 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有机可循的机会 只要你跟着筹文钱 跟着资金流向就可以了 所以这新春八八限量付带 请大家拨打 027725 1500 027725 1500 种个要给你一个大红包 一个开工红包 那有的人认为说 哎种个 今天涨500点 今天涨300点 今天涨400点 或是涨了600点 好像都跟我没关系 那会不会明天就不涨了 那我现在会不会太慢 那我想跟大家聊到的是 大家立马好啊 一年365天 我们扣掉假日 有200多个交易日 我们有200多个交易日 可以好好的赚钱 只差这一天吗 如果你封关钱 没有跟上我们的调整部的话 没关系嘛 明天只要有开盘 我们就有赚钱的机会 难道说你因为今年大涨了这 第一天大涨了600点 后面就都没行情了吗 不可能嘛 你可以看到去年行情 往下沙中间还是有个反弹段嘛 所以只要我们能可以做好 部位空管跟着指引流向 我相信呢 只要有开盘 就有赚钱的机会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你不愿意相信 今年行情真的是可以让你财富增长的一年 所以请大家赶紧来拿 这个新春限量付带 零乐 7725 1500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追踪一下 封关期间美股的表现 那其实我们过去一直要跟大家聊到 这个利率跟通膨对行情影响 一直越来越小 那这个观点呢 我也一直跟大家提醒 会影响行情呢 接下来是企业的获利指引 在10月23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这么跟大家聊到 其实当时大家还在想 会不会破底怎么办 这个连准备还要升息 通膨这么高 怎么办 完蛋了 死定了 但是后面的2500点 我们是扎扎实实的帮大家钻到 所以封关期间 美股的企业超级财报中呢 似乎是有点利空出见的涨势 所以美股这边迎来了一个上涨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PC数据符合预期 虽然其实通膨呢 通膨对行情影响 你真的可以不用太过去理会它 除非哪天它又就 在网上做大部分的飙升 不然的话 我们认为今年通膨高几率 会在今年去做个解决 除非呢 这个可能俄罗斯跟什么 又打起来石油又飙涨 不然的话 通膨就不再是今年的议题了 今年议题是企业的获利指引 那财报呢 有点利空出尽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NASDA日K呢 已经站上了下降的压力线 周K呢 则是打出了一个W底 虽然我们乐观呢 看待第一季的行情 其实我们过去也在跟大家聊到 以这样的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呢 第一季仍然是非常有机会 关键在什么 第二季的走势啊 第二季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音的话 我也在跟大家强调 第二季是呃 是一个很重要的多空分水岭 那大家去特别留意 因为呢 高利率会开始这样 对一些企业的获利呢 产生冲击 那如果Q2Q3的财报不好 那行情呢 很有可能就会再往下回撤 打第二只脚 那其实呢 这个回撤 我认为是大家的一个好机会 这个回撤打第二只脚 我认为 接下来如果 呃 这个第四季的行情 可能会像去年一样 再往上走一段 所以今年不容易像去年一样 再往下崩4000点 往下崩6000点 这边呢 行情我们看到的是 产业结构依然是这样 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只要去库存结束 那终究还会开始进入什么 补库存的循环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电法说会 他认为上半年去库存调整 那下半年呢 就会开始迎来复苏了 那2024年会开始 重新进入一个补库存循环 虽然我们刚刚一直跟大家强调 2023年行情 我们是非常乐观看待的 有回涨 反而是低阶的好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是乐观看待嘛 那今天大涨 站上下弯的连线 粉红色这条线 站上下弯连线 那我们如果以均线理论来看的话 它或许会再次回撤 然后沿着连线这边 开始去做一个整理 那接下来第一季行情 应该就是在这边反复震荡 那反复震荡就看个别股表现 进入第二季 我们就开始追踪一下 企业的一个企业财报的变化 那如果经济能呈现一个软着陆的现象 那第四季的行情 第三季的行情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那如果这边经济不能呈现一个软着陆的话 那我们就要留意 这回撤呢 会不会跌破 跌破前波这个低点12629 那跌破我认为也没关系 因为如果我们以这惯性来看的话 台股呢 很少连两年呈现一个下跌的 所以去年已经跌了这么稀里哗啦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今年行情 你要再像去年真的不容易 所以今年行情真的要请大家把握机会啊 因为我认为说 今年行情呢 会比去年稍微好一点 那这边就看看各企业获利财报会怎么走 那我们再来看到贵买指数 其实贵买指数呢 今天也是一路的走高 虽然今天行情呢 不是垃圾盘 那也符合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 第一季行情呢 仍然期待 那我们会根据呢 今天的这个资金流向呢 来帮大家整理出一份 赢在其包田的资料 除了给你付带 我们还要跟你讲 有哪些个股 今天资金呢 是集中流入的 所以你可以拨打电话进来 02725-1500 打一通电话 满足你两个愿望 给你报告 再给你一个付带 所以请大家赶紧的 拨打电话进来 那这时间呢 非常非常的宝贵 去年行情 我们就不再多赘述了 因为这个去年行情 那些啊 去年事情 都说得早 其实自动哥 还是很笑人的 这边我们绝对呢 不讲股 也不干股 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 资金流向的威力 那我们今年呢 会继续呢 把它赚下去 那其实呢 你要赚到钱 你真的必须要跨出一步 你要去买 你要装乐透 不知道大家过年 有没有去买乐透 或是买瓜瓜乐 你想装头奖 你一定要去付出行动嘛 那你去 那你去这个拉斯维加斯 或去澳门赌场 你想拉巴拉巴 你总是要下注嘛 不下注 你要怎么赢钱呢 所以今天的行情呢 你一定要怎样 好好跟着我们 跟着资金流向 来去做个打单 所以 02-7725-1500 请大家呢 一定要把这个 付带呢 拿在手上 那我们会帮大家规划 这目前来看的话 资金流向呢 是跑在这个 落后补涨概念 那其实呢 稳貌呢 我们先前 也有跟大家聊到过 那盘前提前的 IC设计呢 今天表现呢 也是非常非常强势 所以 我们帮大家 把这个资金流向 找出来 还有美股在涨什么 帮大家整理出一份 赢债其包点的资料 那你可以拿着资料 拿着付带 跟着我们一起来 好好赚你的 开工红包 好好的为你的 今年的财富增长 做准备 那钟哥 欢迎大家 加入我们 02-7725-1500 02-7725-1500 新年快乐 那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个复号 就是你